大律师工会五年来第一次正式房经 大律师工会主席杜监坤说 将会有20个工会成员下个月11-15号房经 他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 房经期间会到房国务院港澳办 人大法工委、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大专院后等 会分享他们对港区国安法、基本法23条立法 业界面对西方制裁的风险等 他在访问又透露 上个月曾经获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邀请会面 对方强调要维持一国两制和普通法 没有理由改变